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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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经常戴在身边的沙贝琴 是沙拉乐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乐器 沙贝琴其实是乌鲁族的传统乐器 这个历史悠久的乐器 除了能够发出美妙动听的旋律 他本身也流传着一段美丽的神话 有一个男子去森林里面找药 是因为要治愈他的妻子 找着找着就累了 就在一棵树下睡觉 所以主灵就托梦给他 示范弹了一个乐器 就启示他去找这个阿道木 去做这个乐器 然后弹这个曲调 给你的妻子听 你的妻子就会痊愈了 所以他就照着这个指示 去找这个木 然后慢慢把这个乐器调出来 然后再凭自己的记忆 去把这个曲调 玩给他的妻子听 结果他妻子就痊愈了 李哲林早期玩的是流行音乐 六年前偶然被悠扬 悦耳的沙贝琴声打动 才开始学习沙贝琴 他感叹 马来西亚人总是觉得 外国的乐量比较圆 却忽视了身边的美丽风景 欧美全职其实对 Sapé这个乐器都比本地人 还知道 因为东马湖近 每一年都有主办 世界语林音乐节 所以那个舞台就把 很多原住民的音乐跟乐器 已经让世界各地的人去认识了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 蛮可悲的一个想象就本地人 反而不去关注跟了解自己的文化 跟自己身边有足同胞的一些文化 传说中 沙贝琴治愈了妻子的病痛 而现在沙贝琴却治愈了 李哲林的乡愁 他透过沙贝琴的弹奏 表达他对故乡的情感 他透过歌词的创作 表达他对故乡的关怀 就像《梦川》这首歌 是他对一个消失的部落 所表达的缅怀之情 其实那首歌的故事的背景是 是我朋友的部落 我朋友的部落就在古今 巴达湾区域 就在 应该是十年前 他们那边区域开始做水帕 供应水去到市区 所以那个水帕的建设 是无可避免的 所以等到水帕建设起来的时候 就慢慢地他们的村庄就被淹没 一些原住民接受的就去到 他们的重复 然后一些还是有留在水帕里面 只是他们搬迁到比较高的地方上面去 感动到我是有一个部落里面的老人家 他就时不时会唱一些他们的歌谣 然后他们也是会 还会记得他们以前的老家在那里 所以他们唱的歌谣都是关于 我还记得我的老家在那里 他现在已经存在这边的水底下 李哲林创作的歌曲虽然以华语为主 但他不时会在歌词中加入原住民的词汇 希望借着自己的词曲创作 将东马原住民的文化介绍给华人社会 我发现华语音乐圈 他很缺乏这样子的一些比较道地元素的东西 除了按钮 周静亮老师也是 其实也是很在推动一些很有道地色彩的一些创作 这些人过后就其实都会比较向往韩国风 向往台湾 中国这样子的一个类型的音乐趋势去发展 所以反而失去了属于马来西亚的一个能够表现出的特色 其实我有一个算是一个说跟还是什么多的 就是越道地就越国际 你能够好好去表现一些道地的东西 你推出国际的时候 人家就很容易就记得到你是马来西亚的音乐人 你是沙拉瓦的音乐人 然后就可以很容易把他们带进来了解 我们本地的文化跟我们本地的特色这样子 尽管他的长远目标是要让东马原住民传统音乐 从部落走向世界舞台 但是他目前最想做的 还是让国人先透过自己的音乐 认识东马普洛州这一片美丽的土地 起码这边也有不少人对东马有好奇跟想要多去了解 但是可能缺乏管大还是什么 所以我在做的就是 多一点这样子的一个链接 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多元中族的一个国家 然后有很丰富的文化底蕴 是值得去学习深究跟去推广去发展 不要只是每个族群在自己的bubble里面去做 我觉得这样子的状况会让我们本地的创业圈子 顾步之风就闭门造车这样子 所以需要多一点开放跟多一点互相了解 拥有沙拉乐原住民血统的李哲林 不仅透过自己的音乐创作 让国人见识到他们朴实真诚的生活 他也将自身独特的传统文化介绍给西马的朋友 下一集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东马普洛州的米酒 李哲林将一边酿制米酒 一边讲述他们米酒的文化意义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李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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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哲林